嗨,我是Christian Yang 這次我們煮的菜是牛扒生菜包 那我們開始了 通常牛扒會放油在鍋裡 然後就煎到牛扒 但牛扒放油在牛扒裡 煎到牛扒的時候 千萬不要炒 不要動來動去 讓它煎到後面就會脆 會上色、甘黃色 這些才是味道 我們在後面 加多一點鹽、少許油 如果它開始拱起的話 這是正常的 用這個橙就按一下 但輕微地按 如果大大力力地按一下 醬汁會把醬汁都按出來 它就會變得粗糙 煎完排之後 我們會做醬汁 做完醬汁的時候 我們會把排放在醬汁裡 慢慢煮熟的排 它就會一直煮熟的醬汁 煎到醬汁的時候 我們就加點油 加點洋蔥 蒜蓉 香辣 南薑 再加一點鹽 新加坡馬來西亞菜 有很多香料 八角 Glozo Cinnamon 現在我們加一點水 應該是椰奶 還有檸檬葉 浪漫紫 浪漫紫 這個味道很適合 好 現在加上 扒 不要忘記了 加上這個精華 好 現在拿出後扒 現在摺上扒 打車子 液物 還有 很漂亮的醬汁 淋一淋 就是 很香 拿出後 入口 液物 還有 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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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物